Peloton是用互联网思维做家庭健身器材的一家美国公司 做家庭流媒体的Netflix颠覆了传统的电影院 有人说Peloton就是用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健身房来颠覆传统线下健身房的 Peloton所在的居家概念和互联网健身都是投资者在去年疫情期间曾经热捧的超级热门概念 亿万富翁索罗斯在去年三月低点时曾经大局买入Peloton 木头姐姐也十分青睐Peloton 目前其ARKW及ARK下一代互联网ETF中 Peloton是其第十一大持仓占总仓位的3.33% Peloton于2019年9月上市当天便跌了11% 之后一直比较低迷 直到2020年3月份疫情开始爆发时股票开始飞涨 股票从2020年3月份的20多美元开始 一直涨到去年年底时最高的171美元 今年则表现不佳 跌了25%左右 目前价位大约是110美元左右 鉴于这只股票炙手可热 又在我非常关注的家庭物联网领域 所以今天我就结合其所在的行业 谈谈Peloton的商业模式 成长空间 以及我对于投资Peloton公司的一点点看法 今天是2021年6月1日 老科谈科技股第1087 我的频道侧重于通过深入技术发展趋势和行业格局 来选择科技股 我的频道特别适合那些关注科技行业走势 思考颠覆性创新 并长期投资科技股的朋友们 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啊 按照惯例 我先给大家讲清楚 Peloton是干什么的 这个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是什么 Peloton于2013年成立 总部位于纽约 产品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原地不动那种健身用的自行车 第二个是跑步机 最后一个是在线运动课程 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是销售产品的收入 而在线课程则是订阅费用 其中订阅费用占总营收的19% 所以总的来说 Peloton的营收80%以上来自家庭运动器材的销售 Peloton属于典型的卖硬件的公司 而不属于互联网公司 我们接下来把视野抬高 看看Peloton所在的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健身行业 这个行业在中国国内叫做智能家居 而英文喜欢叫做Smart Home Smart Home翻译成智慧家庭更加恰当 但是中国已经不太讲智慧家庭了 而是用智慧家居代替 这里也就不多讲区别了 智慧家居就是把传统的家庭硬件连入互联网 从而通过互联网进行控制和交互 智能家居最典型的就是智能电视 智能音箱什么的 已经得到了相对广泛的应用 其次就是用互联网控制的冰箱 空调 电灯 加湿器 窗帘 运动器材等等 目前还没有广泛推广开来 鉴于我频道的观众有一半只有两年以下的投资股票经验 我这里就多讲讲智能家居概念 智能家居的技术 以及更远更广的发展史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历史看到未来 智能家居从技术上讲 属于物联网的一种 即IoT 物联网在十多年前是超级热门概念 比现在的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可能还要热 那时人们相信当人和人通过互联网连接了起来以后 接下来就是人和物物和物相连 世界人口才78亿 而世界上的东西要多得多 于是整个行业处于兴奋期 物联网首先需要连接 于是电信股被炒高了 人们对于提供物联网的厂商卢斯科寄予厚望 物联网需要计算能力和操作系统 于是各个厂商在手机行业之后 投资重金做物联网的CPU和物联网的操作系统 那时很多技术研讨会必有一个环节是讨论万物互联的 甚至连手机大家都觉得要被颠覆了 未来是可穿戴 会把手机功能融合进去 做可穿戴设备的Fitbit被认为是下一个苹果 在2010年 斯科和爱立信曾经预测过 到2020年 连入互联网的设备将达到500亿 现在看这个预测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物联网分成了2B部分和2C 这块主要是智慧城市 智慧工厂 工业4.0等等 热门的自动驾驶也属于这部分 这里就不展开了 2C部分包括了可穿戴和智慧家居等等 智慧家居曾经炙手可热 小米永远不说自己是做手机的 而是说自己是做物联网加人工智能的 蹭的就是这个超级大热点 小米是中国智慧家居最大的厂商 以小米手机 智能电视和智能音箱作为入口 已经把空调 扫地机器人 电灯 电饭锅 跑步机等全部连入互联网了 但是 即使做了这么多智慧家居的小米 其主要收入依然是手机的销售 为什么 因为手机是刚需 而智能家居是看得多 真正买得少 在国际市场 智慧家居已经在十多年前火过几轮了 或者是出现过泡沫 已经破灭了 最近的一次是智能音箱 亚马逊 谷歌 苹果曾经火拼智能音箱 无数专家预测 智能音箱未来有多么火 预测基于语音的智能音箱 就是未来智能家居的入口等等 加上谷歌对于人工智能的煽风点火 市场当时兴奋到了极点 现在智能音箱怎么样了 销售一蹶不振 甚至是负增长 在智能音箱之前的一轮热潮是可穿戴 Fitbit在2015年上市时 曾经把可穿戴行业推向热潮 现在怎么样了 Fitbit无法独立生存 已经被谷歌收购了 被谷歌收购的还有Nest公司 这些公司自己都难以生存 更不用讲发展了 现在回过头看历史 过去十多年 就是人类对于物联网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十多年 你看到过哪个小公司靠物联网公司 成功崛起成了大公司了呢 好像真的没有 而同期产生的其他技术 最典型的就是同时期的云计算 已经风生水起了 Salesforce靠云计算市值 已经超过IBM和Oracle了 微软靠云计算成功转型 而物联网领域 即使已经相对成功的智能家居 细分领域 如智能电视 其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在中国大奖智能电视生态的乐视 已经土崩瓦解了 做到智能家居行业老大的小米 还依然靠手机撑起其大部分营收 亚马逊和谷歌都曾经在智能家居领域下过重住 目前都已经无声无息了 那几年的VR头盔和眼镜 也可以算作智能家居的一种 目前泡沫已经破灭 无数投资已经血本无归 目前看 只有苹果的智能手表做得还算不错 我花这么多时间讲了智能家居的历史 是要提醒年轻的投资者 有时看起来非常美满的商业模式 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 为什么智能家居这么难做 从技术上讲 主要是把硬件和互联网结合起来 挑战依然很多 比如互联标准不成熟 语音识别技术不成熟 使用不方便等等 智能家居如何做 人类还在艰难的探索中 目前看靠智能电视作为入口 靠智能音箱作为控制 还都不是最终解决方案 人类还远远处于智能家居 行业发展的初期 Peloton的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健身 是典型的智能家居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产品 在健身器材上加上一个显示屏 连入互联网 这已经不新鲜了 一边跑步 一边在屏幕上看Netflix视频 有的已经连到手机APP 靠手机可以看到运动的结果 并同时靠可穿戴设备 监控呼吸和心跳等等 手机也可以控制运动器材 这块市场上早已经有很多类似产品了 中国的小米也有 我看不出Peloton的产品 就有多好 Peloton甚至还在依赖台湾的代工 也侧面验证了这种产品 其实技术门槛低 并不难做 Peloton另外的故事 是在线的课程 把健身课程搬到网上 在家里做各种运动 已经司空见惯了 Peloton可能的唯一优势 是课程是针对其跑步机 或者自行车设计的 如果是其他方面的健身课程 如瑜伽等等 Peloton并没有什么优势 而家庭健身的课程五花八门 相当一部分是免费的 靠插广告赚钱 我看不出Peloton能够在 网上课程方面 有什么突出的优势 Peloton的竞争对手很多 而且进入门槛很低 去年10月有消息出来 亚马逊要卖Prime Bike了 让Peloton顿时压力倍增 如果Peloton真的把这块做起来了 未来亚马逊 苹果 谷歌进入 都能轻易把Peloton 打得片甲不留 当年Fitbit在智能手表 积累了很多年 而苹果一杀入智能手表 Fitbit根本无力招架 想想如果苹果把智能跑步机 和智能手表联系起来 功能会多么强大 大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生态 他们之所以不做Peloton做的东西 或者市场空间太小 属于小众市场 或者市场根本不成熟 我们不得而知 我总结一下 我投资科技股的时间 已经非常长了 过去十多年 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智能家居领域 一个个新产品的出现 一次又一次专家的吹捧 同时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破灭 当乐视 Fitbit Nest 智能音箱 AR眼镜 等等这些公司和产品 都从当红明星 到逐渐坠入谷底的时候 很难让我相信 Peloton所在的家庭智能健身 就是另外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而云计算 一个又一个公司在健康成长 做大 超越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云计算的 IAS和SaaS苦苦寻找机会的原因 另外 我坚信未来智能家居一定是一个大系统 小米就是靠系统才能在智能家居领域成功的 小米自己做或者把合作伙伴的产品植入自己的统一的APP 人们是不愿意为每一个产品装一个APP 让每一个产品收集自己宝贵的个人隐私信息的 最终 做生态系统的是大赢家 他们应该都是大公司 尤其是苹果 谷歌都有很大的机会 而做一个跑步机这类硬件 最终可能就是按照别人的标准做一个相对标准的硬件 最后接入别人的APP 目前很多智能电灯什么的 不就是让谷歌 亚马逊的APP或者音箱控制吗 最终 家庭健身 我估计也会走向这条路 总结一下 今天我的思考和观点 Peloton所在的行业属于智能家居 这块经过无数先烈十多年的努力 目前还是没有大的突破 人类在过去十多年 在物联网方面一次次希望破灭 一次次投资灰飞烟灭 通过回顾历史 我很难说服自己去买Peloton股票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我严重怀疑Peloton所在的行业 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好 同时 即使智能家居未来有大发展 我更看好那些做入口和做生态的公司 他们往往都是已经在手机 智能电视 智能音箱有所建树的大公司 如谷歌 苹果 亚马逊和小米等等 小公司在这个领域 永远就是处于挣小钱 打零工的地位 不能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基于以上原因 作为长期投资的我 是不会考虑买Peloton股票的 另外 Peloton的市值目前是小米的三分之一 想想看小米有多少物联网产品 更不要说手机和互联网服务部分了 所以 Peloton有些被高估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还没有在YouTube上看到 从我这种角度来分析 Peloton股票的节目 在过去一年 我有意避免讲物联网领域 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的投资者 对于物联网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今天通过Peloton 我终于把物联网中的智能家居行业和大家讲清楚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 点赞 并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再见